好来看到吉安乡在获520盏平安路灯任养捐助 盛能工主任委员邱坤成号召委员姓众 携手发心共促善缘异举 今年再莫得52万元爱心款 任养了吉安乡520盏的路灯 那么乡长游淑真是亲自来颁发感谢状 也非常的感谢宫庙委员以及姓众的善行 盛能工除了是宗教信仰圣地 长年来也持续关怀弱势捐助物资行善 同时连续多年任养吉安乡路灯 希望可以提供乡民安全的用路品质 这是我们盛能工秉持以往 我们在捐任这个任养路灯的动作 第一年我们100多盏 第二年我们就200多盏 今年我们已经要升为520盏 希望吉安乡的各宫庙 所有的社府团体 所有的团体理事会委员会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路灯任养的动作 因为我们吉安乡的路灯真的是非常的多 包括我们的电费一年都要花一两千万 希望各个企业 各人都欢迎来任养我们吉安乡路灯 今年度圣能工号召信众热烈捐款 共募得52万元要任养吉安乡520盏的路灯 乡长游树珍特别感谢 感谢圣能工 感谢很多的公庙一起来 驿祝我们路灯任养的活动 尤其这一次520盏 圣能工的任养 来突破有史以来在吉安任养路灯 今世世界纪录的第一名 520盏 这一个盏盏的到位 盏盏的关怀 跟我们所有守护吉安 回家平安 夜间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守护活动 尤其在灾情过后 我们相信这是一份祝福 也是一份关怀 更开启了许多我们公庙的友善 以及众神菩萨的忽悠 希望我们过路的乡亲好朋友们 能够天天时时刻刻 来留意自己的安全 带给我们这些爱心的善心人士 最好的回馈 乡长久苏珍感谢来自各界的善心益助 强调吉安湘公所会珍惜每一份善款 运用在服务乡亲的任务上 同时他也欢迎更多企业社团 可以用行动来支持 让吉安湘的夜晚处处有光明 介续会吉安湘报导